明明没有到处留号码 却时常接到来路不明的电话 你也是不堪其扰吗? 个资泄漏层出不穷 企业及政府受到骇客恶意攻击 频率超过千万次 危及商业机密及国家安全问题 间接产生财产损失 所以在防务安全下 人人都该知道资讯安全的重要性 今天老牛与各位分享三家资安基优股 透过三指标一趋势 让你买在便宜价 记得在影片开始之前 订阅加小铃铛按下去 才不会错过老牛优惠连环送哦 提到资讯安全 老牛先跟大家分享重要的解决方案 Surfshark VPN 这支影片由Surfshark VPN赞助播出 老牛常在咖啡厅工作 在使用公共WiFi时都会再三小心 除了避免各自会被外泄出去 还要防止骇客或恶意软体的攻击 包含自己的投资账户资讯 才不会遭到窃取 Surfshark VPN能够加密你的网路连结 防止骇客和恶意软体窃取个人敏感资料 让你能在网路上进行安全浏览 当然Surfshark还有不少优点 一 连线速度快 在100多个国家设置3200台以上的伺服器 二 解锁有区域限制的影音串流服务网站 让你立刻看到国外最新上架的电影 三 一个账号可以无限制数量的装置上使用 包含手机、笔电、桌机全都可以用 现在就点击资讯栏中的网址 或者是输入优惠代码 即可获得专属优惠 订阅两年方案 额外多送免费3个月 如果30天内使用不满密 还可以无条件退款 不用等了吧 赶快来试试看吧 再次感谢Surfshark VPN赞助播出 说到资安股 伙伴们心中浮现哪些公司呢 其实早在近几年 老牛就有分享过几档资安基优股 敦阳科第23集 资通第43集 01第158集 三档当时股价到目前为止均有正存商表现 分别为敦阳科 2020年7月当时才67.8元 目前119元 报酬率75.5% 资通 2020年底当时才23.1元 目前61.7元 报酬率167% 01今年3月时54.5元 目前62.5元 报酬率14.7% 老牛很客气的没有把配发股力算进去 其实它们都是高值利率股 如果当时有认真做功课 找到合适的价位来做布局 相信报到现在应该都很有心得啰 不过这升党资安股有不少伙伴对它们陌生 毕竟资安股并非主流股 通常都是点点假三挖工的冷门基优股 以下老牛个别做解析 继续往下看吧 敦阳科 台湾最具规模的资讯系统整合商之一 具有长期服务及系统整合 在高科技制造业 电信业 金融服务业 医疗业 零售业的经验 主要销售区域近九成都是以台湾为主 而国内千大企业中有半数为敦阳科的客户 是国内少数能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系统整合服务商 代表性客户包括护国神山台积电 电信龙头中华电 政府单位教育部劳动部等 资通 资讯畅通通往成功 资通电脑为台湾资讯整合商 主要业务为系统整合 应用软体与软体产品等 主要销售区域近九成以台湾为主 客户为银行业者与政府机关居多 其中银行所使用的外销整合系统市占率第一 同时代理微软的ERP系统销售 它拥有的第一头衔还不少 台湾第一家软体上市公司 台湾唯一ERP上市公司 市占第一银行核心系统 市占第一银行外汇系统 光看这四个第一就问你资通厉不厉害哦 01专业网路加值通路商及立基型网路产品供应商 主要代理网路软硬体产品 以及提供整合性的网路软硬体解决方案及服务 主要销售区域几乎都在台湾 目前超过40个产品线 其中有16个品牌 台湾市占率第一 透过2500家的合作绩效商 将产品供给于台湾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家庭及个人等终端销售用户 然而今年大盘不过涨了22% 这三档资安股涨幅分别为 敦阳科51% 资通119% 01 55.7% 看到现在 相信你第一个浮现的声音就是 老牛太神啦 其实不是老牛厉害 是公司的财务体质优秀 获利能力强劲 以价值型投资来说 时间是老牛在股市中最好的朋友 这几年也观察到 存股风气逐渐盛行 但是耐得住性质的人并不多哦 不过该如何看准一档不错的公司呢 通常老牛在判断个股的时候 会关注三指标加一趋势同时做判断 分别是公司获利 股利发放 股价未接 未来趋势 放在一起看 当公司的获利稳定 股利就有机会持续发放 只要配息稳定就会吸引资金来溢注 符合台湾股市的特性 倘若配息表现又随着获利不断的提升 这时股价未接就会慢慢倾向 合理偏低或便宜价以下 按正常来说 届时股价也有拉抬的机会 一旦产业未来的趋势具有前瞻性 或者是公司的长约订单接不停 又会回到获利持续成长 股利持续发放 股价不断提升的正循环 老牛就以这三档资安股为例 由于产业属于同性值 三家直接对照一起看 第一阶段 去年获利及近五年平均获利 敦阳科 去年EPS赚6.91元 近五年平均获利5.1元 成长率82% 资通 去年EPS赚3.04元 近五年平均获利2.1元 成长率151% 01去年EPS赚4.03元 近五年平均获利3.4元 成长率96% 以成长性来排名 资通 大于01 大于敦阳科 成长率都还有八成以上的水准 这三档当然都属于稳定成长阶段 看完近年获利数据后 接着来看 第二阶段 股利发放 敦阳科连续26年配息 去年股利6.26元 近五年平均4.81元 殖利率平均为6.5% 资通 连续13年配息 去年股利2.83元 近五年平均1.84元 殖利率平均6.4% 01 连续16年配息 去年股利3.6元 近五年平均2.74元 殖利率平均6.5% 股利均与获利的走势相符 并且盈余的配息率皆为8-9成左右 连续配息皆超过10年以上 敦阳科更是来到连续配息26年 代表空之的配息仍属大方且稳定 这三家平均殖利率都相当接近 都维持在6.5%左右 老牛没有骗你 他们都是属于高殖利率股 第三阶段 股价位阶评估 以平均股利价值法来计算 敦阳科 跳楼价44.8元 便宜价77元 合理价96.2元 昂贵价153.9元 目前股价119元 属于合理天高位阶 资通 跳楼价20元 便宜价29.4元 合理价36.8元 昂贵价58.9元 目前股价61.7元 属于昂贵价以上的位阶 01 跳楼价26元 便宜价43.9元 合理价54.8元 昂贵价87.7元 目前股价62.5元 属于合理偏高的位阶 目前三家资安股均为 合理价偏高及昂贵价的位阶 不过早在之前介绍时 当时都还在合理偏低以下的价位 这也证实 好公司值得股民耐心等待 看到这里又有人要问 现在可以追吗 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 精选好股便宜买 安心报警稳稳赚 老牛再来教你判断后续是否值得买进 再来到最后一个阶段 第四阶段 趋势发展追踪 敦阳科 除了具有系统整合的能力之外 在资安方面 未来也会导入AI智慧运算 帮助企业提升辨试诈欺 以及反加密的机制 从法人预估来看 预期今年的获利将成长至7.6亿元 高于去年的6.26亿元 资通 近年来的应用软体业务量持续提升 比重从8成来到9成以上 营收成长的同时 毛利率也都稳稳站在4成左右 高毛利也推升了获利持续成长 法人也是乐观看到今年的获利表现 01 今年主要的营运动能 来自于数位转型带动IT基础建设 以及资安领域 01在资安领域布局及产品线相当完整 未来在市场具有较佳的竞争优势 从法人预估来看 预期今年的获利将成长至4.71亿元 高于去年的3.6元 大家有发现吗 其实只要获利持续不断的提升 当股价被低估的同时 也就代表股价的位阶将会从现在的合理价 变成未来的便宜价 所以好的公司即使现在还不是投入的时机点 但也要随时从口袋里拿出来翻 确保公司的基本面还有稳定成长的动能 当股价被低估就是鸡肠鹿鹿的存股族 准备涉略的对象啰 老朋友比较熟视的应该是 私肠股敦阳科 这三档里面老牛时常拿出来不断检视的机油股之一 今年的涨势也是吓吓叫啊 老牛整理今天影片的重点 1.民众、企业、政府对于网络安全的认知越来越重视 尤其是重要资讯也常常受骇客、恶意软体的窃取攻击 提高资讯安全的等级是刻不容缓的 2.从上述的解析来看 资安股不受景气循环影响 获利能够持续成长 企业、政府以及教育单位对于数位化的推展 资安的需求提升都有相关 3.今年的赏试有受到AI题材带动 目前三档资安股的股价位阶都偏高咯 建议伙伴还是评估产业的趋势 算出合理偏低以下的价位 再考虑纳入持股名单咯 最后今天介绍的资安股 你有喜欢哪一档吗 1.敦阳科 2.资通 3.01 加入存股名单 等着减便宜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哦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啰 记得到骨骸老牛APP中领取7则终身优惠 骨骸老牛APP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效 看完影片请你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啰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骨骸老牛 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